翻译继续讲 吴老二演的那尾泡输 就是民间首抄尾 红方采用五七泡 纪马就要平居先手捉炮 然后高起来 所以黑方选择外马封居 然后我们冲冬兵 黑方就押后中路准备内线出居 我们就继续冲 前面的运子和上一局是一样的 系统讲解有一定的关联 然后杀足 打通足临线 就要平居捉霜 拿黑方肯定是要上马的 当然这里肯定不能对上 因为这个马就没了 黑方选择平炮 给这个马生根 同时也防止红方高居竹马 那这样就保留了竹炮的先手 我们肯定要避手 黑方又是一步先 下面 红方还是扶平居 捉霜 然后上马 这个地方 黑方如果退炮 来打居 咱们已经讲过了 就不再重复 红方是上马上马再上马 黑方就没了 这一局改变策略 选择平炮 把大局亮出来 我们就进马 踹中足 再进马 不光是踹中足 这边要杀齐 黑方只能是进鞠首点了 退马 扶 进马 炮 打这个鞠 所以黑方 高居 捉着个马 然后 把这个鞠 给拦住 就是 要杀 是吧 黑方绝对不能平降 因为 一将 请上来 双将 杀齐了 所以 这个地方 黑方只能 平后 我们进鞠一将 还能电炮 在进马一将 还能电鞠 但是 杀齐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黑方一琢磨 不对啊 被你忽悠瘸了 哦 你进马 打我鞠 我可以电炮 也可以平鞠 啪个球啊 我就进炮 其他 都不能走 这马 打鞠 黑方 如果平炮 红方 直接 就给敲了 还打着马 不可能 再逃马 这个能欺负 自然 再打 还得杀 所以 这个地方 不杀 也难解 信徒之恨 进鞠一将 只能回去 我逃 杀齐 所以 电炮 他不成立 那只能逃居 但是 红方 直接上马 这个 不敢杀 这个捅下去 就 没有了 所以 只能平将 然后 进鞠 叫杀 这种情况 肯定不能 进将 是吧 因为 直接 把老将 请上来 平局 是杀 退马 也是杀 那黑方 可能 都笑了 我进 哪门子 将啊 当然是 干掉你的 窝草 骂 对不对 但是平局 一将 降回不去 也不能 电鞠 进鞠杀 齐了 是吧 进 毛用 也没有 然后 拜拜